大家好,这里是每天带来最新荣耀资讯攻略的小番。 S15赛季正在全速赶来,又要开启新一轮的上分,大家准备好了吗? 这里给大家盘点四个非常强势的英雄,堪称白本爸爸,一起来看看吧。 上官网而由于操作较难,所以使用这个英雄的召唤是两极分化也比较严重。 厉害的玩家四杀五杀非常秀,但是不会使用的玩家有可能大招都刷不出来。 上官网而在职业赛场是非常抢手的,很多职业选手,可以把上官网而的输出打到极致,绝对的后盘杀手。 所以有一定手速的玩家,可以选择买这个英雄,新赛季一定是上分大热英雄。 S15赛季推荐上官网而出装,冷静之靴加回响之账加世神之书,加兵双法账加圣贤之书加虚无法账。 推荐明文,时梦眼时条和时心眼。 三,凯。 凯的强势或许和版本有很大的关系,在之前的版本中,凯黄,几乎都打不出输出,但是现版本确实可以说是版本爸爸,对于脆皮的压制是致命的。 发育好的凯看到脆皮活不过一秒,几乎两刀就秒一个满血脆皮。 凯的上手难度也不高,版本也很强势,各位召唤师可以选择买一手在新赛季上分。 S15赛季推荐凯出装,寻手力辅加急速战靴,加无尽战刃加暗影战斧加宗师智力加破军。 推荐明文,时无双十狩猎时鹰眼。 二,吕布。 吕布强势的怕势不只是即将到来的新赛季,边路霸主,常常把对面的射手压着打。 同时也是真实伤害的代表英雄,中后期对于肉坦的压制非常到位,张非常鹅如宝纸一般。 在新版本里据说边社会崛起,那么一手吕布绝对是完美的选择,买一个练一下吻伤分。 S15赛季推荐吕布出装,破军加抵抗之靴,加不死鸟之眼加血魔之怒加急寒风暴加霸者重装。 推荐明文,时红月时隐秘时虚空。 一,沈梦希。 沈梦希这个英雄,在路人局中很少见,但是却是KPL赛场上最强手的中单英雄,毕竟此前沈梦其伤害得到了加强,几乎可以说重做归来之后变得十分强势, 特别是后期伤害成型之后,非常限制对面后排的输出,毕竟技能范围非常的广,自保能力就强,就在职业赛场的热度来看,沈梦希绝对会是下个赛季最强的中单英雄,版本爸爸。 S14赛季推荐沈梦希出装,冷静之靴加痛苦面具加回响之账加帽子加虚无法账加贤者之书。 推荐明文,时梦眼时轮回时献祭。